大家好,歡迎來到滋味館 今天煎薄餅,容易買的印度煎餅 不需要搓粉餓,容易煎,皮薄又脆 有叉燒口味和咖喱口味兩種 開派對一定就不少得它了 我用這一種現成買的印度煎餅 一款有洋蔥,另一款是沒有的 用其他品牌都可以 有兩種口味的,現在我們來講一個叉燒餡 首先要準備一些洋蔥,將洋蔥切細小粒 還有些叉燒,我會將些叉燒切片 然後切粒,怎樣切都隨你喜歡 要跟我螢光幕的顯示份量,開個粟粉水 準備好了就可以開始炒這個叉燒餡了 把洋蔥把洋蔥推到一邊,就可以加上叉燒進去 把洋蔥推到一邊,就可以加上叉燒進去 把洋蔥推到一邊,就可以加上叉燒進去 炒一邊,對另一邊均勻 炒一邊均勻 那麼叉燒有味的嘛,我們試了一邊,然後調味 要跟他的口味,加入一些蠔油 五香粉 胡椒粉 加一點糖 把所有的調味攪拌均勻 現在把火關掉,攪拌粟粉水 加兩湯匙粟粉水 加粟粉水是希望餡料濕潤一點 然後再起備用 第二種口味就是咖喱餡 接著我們來準備咖喱餡 這裡有一些豬肉碎 加粟粉 加粟粉 和水 攪拌均勻 不需要加味道,稍後會調味 還有一些洋蔥,把它切粒 都是要跟我螢光幕的顯示份量 開一個粟粉水 準備好就可以炒咖喱餡 加一些油,將鍋燒熱 然後用中大火,爆一下洋蔥 然後把肉碎,把肉碎鬆開 然後把肉碎鬆開 爆一下肉碎 再炒至全熟 然後炒至全熟 然後將肉碎的很熟 拿至滿了一大好 雞肉碎的小味 接着加蚝油 生抽 还有我用这牌子的咖喱粉 用什么牌子也可以 加一些咖喱粉 少许糖 将调味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我希望馅料濕潤一些 现在加一些稀稀的粟粉水 搅拌均匀后 放在一边备用 炒好的馅料之后 现在可以开始煎了 这平底锅不需要加油锅 印度煎饼也不需要解冻 直接加入锅 用中火慢慢煎 这样煎至薄饼变软 看看它 不需要有颜色 现在可以加些馅料 小贴士 在薄饼周围 掃一些水 原因 有时薄饼的边位 煎至已经变硬 就很难可以黏 掃一些水 防止它变硬 容易封口 好 对接了之后 用叉压硬一点 然后就可以将火 拌大一点 煎至两边金黄 其余的做法相同 这个印度煎饼 不需要拌粉 很方便 有没有试过 这种印度煎饼 很容易煎 一定脆口 今天分享到这里 请不要忘记订阅 分享和点赞 在下一集 我们再见